肖战曾被赵露丝偷走心,使得粉丝纷纷倾倒, 乔首期盼两人再度合作。 当观看电影时,许多观众希望赵露丝和肖战能够成为一对, 尽管他只是一位男配角。 在成为中国娱乐界的顶级明星之前, 肖战曾经在电影界迈出了第一部, 与女演员赵露丝在电视剧欧。 《我的皇帝陛下》中扮演了一对痴情的配角。 那时,肖战还没有得到高度评价, 但这个角色却开启了一段充满感情的旅程。 在电视剧中,肖战饰演了北唐默念, 一个痴情而英俊的王爷。 这个角色经常表现出对女主角洛飞飞、 赵露丝氏的温暖和特别的关心。 虽然只是配角, 但肖战却用她的温柔和情感赢得了观众的心。 她和男主角北唐裔郭嘉诚的明显区别是肖战的吸引点。 当男主角经常冷漠和与女主角矛盾时, 北唐默念却是温柔和温暖的典范。 她总是表现出关心和愿意退让, 当她意识到洛飞飞并不对她有感情时。 这些特点造就了一个帅气、富有, 而痴情的配角, 得到了观众的特别支持和喜爱。 有些人甚至希望看到女主角选择北唐默念而不是冷漠的男主角, 这证明了肖战在这个配角中的巨大影响力。 肖战和赵露丝成为了哦! 我的皇帝陛下的浪漫亮点。 赵露丝甚至分享说, 如果是他, 他会选择王爷而不是皇上, 因为他不喜欢男主角的冷漠性格。 值得注意的是, 肖战和男主角郭嘉诚都是X9的成员, 通过2015年的真人秀节目X-FIRE出道。 那时, 郭嘉诚的知名度比肖战高, 但他们都经历了一个充满挑战的旅程, 才达到了现在的位置。 即将到来的肖战和赵露丝将在微博之夜相聚, 粉丝们正热切期待着两位艺人在同一个舞台上出现, 同时也是让他们回忆起过去合作的令人难忘的记忆的机会, 当他们在令人印象深刻的电视剧项目中合作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